讲到那个单负选元件 后面图片相关的元件 其实后面如果你要run的话 规则都一样 MVC嘛 123嘛 反正就是你就把这些贴一贴 然后run一run 那如果实在还有问题的话 当然欢迎各位在 找我的东西 其实还蛮多 找我的mail或者怎么样 可以再讨论 这边底下还有非常多东西 真的很想讲 但是说真的讲不完 还有less view 还有那个功能表 功能表就是说 你比如说按menu键 它会跳menu 或者是按住不要放 它也可以跳menu 它有好几种menu方法 另外intent的话 可以呼叫外部的一些程式 比如说你点选 它会跳地图 google map 或者跳你外部的一些程式出来 跳gmail 等于反正你要mail 或者是打电话啦 等等的 intent也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activity 因为目前我们还只是单一个activity 如果说你要有第二个 第三个第四都ok 也就是将来如果你有多页面的话 会需要用到activity 里面activity可能还需要知道它的生命周期 那除了这些之后 还有些相关除除除的技巧 比如说中断模式 你要怎么抓臭虫等等的 因为很多还有去看log 很多时候你错在哪里不知道 其实下方有没有 它有一个提示 一些除除的技巧 其他还有资料存在哪里 可能你可以存在一个 或者是说你可以放在sqlite 然后其他还有什么google map 比如说你手机一定有gps 定位之后它会有个经纬度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存起来 存在哪里 像刚刚讲那些地方 或者是说 如果你有个server 比如说你要先让别人知道 说你现在的位置 你传到server上去 它有个经纬度 然后呢 将来对方收到之后 也可以打地标 放在地图的哪个位置 它就知道了 像一些什么轿车系统 也类似啦 如果你有google 那个gps打开 传回去 它就知道你现在在哪里 车子马上没多久就到 主要是透过这个技术 其他还有像那个webview 这个webview什么意思呢 因为现在 如果你用google地图开发 有时候很慢 那其实另外一套 用网页的模式去做开发 像用jqlite mobile 其实也可以怎么样 挂进来 反而开发时程更快 那除了jqlite mobile 这样相关的技术之外 还有很多 其实它就是 用网页的开发技术 来取代什么 取代原来xml 这种版型 不容易编排的这种问题 然后呢 其他还要取得网络资源 像网络上很多东西 你爬下来之后 有没有办法 把它放在手机上 像我最近看到 那个科展得名的 它就是从 国外的NASA的 那个开放资料 直接把NASA上面 开放资料 直接就抓过来 放在手机里面 即时的显示 比如什么灾害 哪些地方有灾害 灾害有 它会提供开放资料 是哪些地方 有哪些灾害 它就把那些地方的 经纬度都抓回来 并且秀在地图上面 它的功能大概就这样 这样就得奖了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把这些通通都学会了 不只是得奖 未来你工作上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OK 那还有所谓的多执行序 因为将来还会有那种 不止一个执行序 Google的APP 将来它的严谨性 会越来越高 所以未来也许你可以 再了解一下 所谓多执行序 然后最后的话 记得 也要学会 怎么样把你的APP 发布到Play商店 那前提当然 你可能要注册一个开发的账号 可能需要25块美金 你就可以把你的APP 放上 那我特别强调 未来如果你要走这个方向的话 一定要有作品 作品是多多益散 越多越好 而且下载次数越高越好 那除了下载次数之外 那个五颗星 越多越好 最后五颗星 你不要每个APP 都是只有 一颗两颗 那当然人家一看 这根本就开玩笑的东西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另外 还一点 如果说你真的想学 我这边其实有个教学论坛 不知道有没有开放出来 可以 应该你都有看到 那因为我之前有在很多单位 像文化大学推广部 有完整的课程 那好像有同学有有申请 因为 这个本来是很很挣扎 到底要不要给 因为有时候 这里面很多人申请 但是 如果你有真的有心想学的话 这里面有完整的 我120个小时的上课 从那个Java 到那个最后的 就刚刚讲这些了 可是要讲120个小时 才把它讲 还没讲完 其实120个小时还很拼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你也许你可以在这边 因为你们看到应该是会有什么申请论坛 你告诉我说你是上这个班 那你对于学APP非常有兴趣 那我会帮你加进来 OK 那大概是这样 因为这个 真的很多讲一点 可是时间真的有限 OK 那不然今天就先到这里 不单位各位下课的时间 OK 那非常感谢吴老师 来为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写程 写那个APP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敲门砖 那相信大家这几堂课 已经有非常功夫的收获 那未来之后 大家在撰写的过程当中 那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那个 可以先去看一下吴老师的部落格 那如果吴老师的部落格 找不到答案的话 我们再来请教吴老师 好 那我们是不是掌声 谢谢吴老师 那我这边有几几个东西